美国政府10月17号更新了针对人工智能AI芯片的出口管制规定 计划阻止英伟达等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的AI芯片 根据最新的法则吧 英伟达连阉割过性能的对中国市场专供的A800和H800 这些芯片的对华出口都将受到影响 甚至连高端的游戏显卡4090都不能卖了 你说一个打游戏的招水热水了 也被制裁了 中国买不到最高端的AI芯片 这不是新闻 一直都买不到 就是美国的这一系列限制制裁的措施 连我这个外行都给看乐了 要说拜登政府不通共 我是不信的 这摆明了就是隐藏的地下党吗 完全是按照中国芯片的发展情况 按部就班的在助推连时间点都卡得极好 我打个比方 您就知道有多可笑了 比如说中国要进行力量训练 到了美国开的健身馆 美国教练立即就把健身房里的其他人给清出去了 防止他们跟中国抢器材 刚开始练 美国说你现在的身子板就只能上50公斤级的 多了你受不了 人我已经给你清场了 这都是你的好好练 而且美国教练还给中国列了一个详细的清单 说这上面可都是你的薄弱环节 你照着好好练吧 等中国练好了50公斤级的需要上更高的级别了 美国立即把100公斤级那的人给赶走了 先清场 然后训练的清单又准备好了 这时间还有负重安排 这都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 既怕中国没有压力 又怕中国给炼伤了 更怕中国炼不好 然后美国教练还对外说 我这可是在制裁他 大家可不要误会 你说可乐不可乐的 接下来我们就说说 美国10月17号刚升级的出口管制规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现在的高端AI芯片 是个什么状况 您就能够明白 我所说的健身房是多么的形象了 英伟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伏点运算的芯片厂商 这是没有疑问的 它的强大第一是硬件的实力 第二是英伟达构建了 长达20年的CUDA生态 生态这玩意儿很要命 当年手机有一个赛班系统 微软也做过Windows的手机系统 那可是要比苹果还要流畅的 但是它有什么用呢 生态没有建立起来 没有人给你写软件 你手机上啥应用都没有 就是只能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 早晚也是死路一条 高端的伏点运算芯片 也叫做GPU 它主要是两大块 一块是显卡 这个玩游戏的都知道 我们就不说了 还有一块是运算卡 它没有图形和图像的渲染功能 都是进行运算的 不仅能够执行CPU的逻辑运算 更优异的是它的浮点运算的非常强大 就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都是依靠几百几千 甚至几万块的高端GPU 组合到一块跑出来的 高端GPU的算力是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根基 美国此举是为了限制中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中国现在并不是说 现在设计不出来高端的GPU芯片 比如说华为的升腾910 必认的BR100A 当时推出的时候 都是世界冠军的算力第一 还有摩尔县城的显卡 那跑分是相当不低了 还有隋元天数等等 这些新兴企业 都是有非常强的实力了 当然跟美国比肯定是比不了 但是跟除了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相比 那都是大拿级别的 但是 该但是了 中国能设计出来 但是造不出来 原因大家都知道 14纳米以下没办法 不过现在不同 华为的Mate60发布了 709000S的芯片 被研究的无码分尸的 基本上已经基本确定了 是7纳米的工艺啊 就算不是7纳米 有个赶照生产麟9000S的能力啊 现在完全能够自主的去生产高端的GPU芯片了 华为的新手机呢 目前销售已经几百万部了吧 产能呢 还是在持续的爬坡啊 就拿M60系列手机的产销来看 其实啊 国内自主能够生产7纳米级别的芯片 这已经是张名牌了 国内自造的高端的GPU芯片 已经是在喷波欲出的前夜了 但是 又要但是了啊 生态的问题呢 一直都是天剑级别的阻碍啊 国内的主流一直用的都是英伟达的CODA生态 原因很简单嘛 英伟达的好用嘛 打个简单的比方吧 比如说 我想做一个酸汤肥牛 我要是用英伟达的CODA生态 就相当于牛肉我能买 调料我也能买 铁锅呢 也能买 我就是下厨 做一下就得了 如果我用华为的 Mind Sport框架和生态 那麻烦了 牛肉我得自己养牛啊 调料我也得自己准备啊 甚至连铁锅 我都得从开矿链铁开始自己造个锅 你说这有多麻烦吧 更何况呢 华为的还贵 又贵又麻烦 我脑子进水了才会用 现在好了 没有但是了 英伟达的高端芯片进不来 连次高端的也进不来了 如果说我还是坚持用英伟达一般般的芯片 怎么样呢 虽然说架构和生态省点事 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没人用了呀 性能不行嘛 那怎么办呢 只能是逼着国内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都去追求国内的高端芯片了呗 这也会倒逼海思这些企业呀 早一点搞出高端的国产芯片来 生态不完善 这没关系啊 大家一起来嘛 慢慢就丰富了 生态丰富了 用的人多了 也能够反补啊 芯片的生机和迭代 如果你一直都没人用 一百年 它也丰富不起来呀 中国呢 现在是能设计 而且呢 马上就能造出来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生态 就在这个时候 拜登政府的制裁升级了 这真是急之雨啊 你瞅着中国的进度量身定制的 我们在大洋彼岸 有人哪 消息一出 英伟达的股价暴跌呀 资本它是不会说谎话的啊 你看A股都雄贯全球了 都称诈骗市场了 也压不住相关的股票涨啊 我估计一下啊 如果说下一步 美国开始管制车机芯片了 那就绝对证明了 拜登是红令金 身在曹营 心在汉 看现在大部分的中国汽车 采用的都是高通和英伟达的芯片组合 而中国呢 可不是没有替代方案呢 而且呢替代方案还非常成熟 就差美国助推一下了 我们看明年吧 拜登会不会在下台之前 再出一把力 三年前的制裁 倒逼出了中国的芯片制造能力 等中国的能力成熟了 开始帮助中国解决生态和适配的问题 美国是生怕把招数一下子全使出来 中国是承接不住还是怎么的啊 还是那句话啊 连我这个外行都给看得笑了 不过开玩笑归开玩笑啊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一个道理 党争误国呀 这些道理你要说那些政客不太懂 好像还可以理解啊 他们当初没有选择GPU制裁 有可能啊 当时连美国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拆着GPT都还没有跑出来呢 他们也不了解GPU的这么重要啊 但是美国的产业界他不可能不懂啊 拆着GPT前期的测试都不止三年啊 美国的产业界向来都有游说政客的传统 怎么也不能说政客是一无所知的吧 感觉吧 就现在的美国呀跟我们大明朝的末年有一拼呢 没有对错 只有党政 只要能够党政胜利 哪怕我实质上资敌都可以 至于说英伟达损失了上千亿 那不好意思啊 不行 我给你跪一个得了 最后吧 咱们还是说点困难啊 也不能太乐观 首先呢 美国这个升级的禁令 那绝对是利好华为啊 这是没得说的 本来呢 大家还犹豫一下 我是选英伟达呢 我还是选生腾呢 这一下不用犹豫了 拜登替你选好了 我甚至怀疑啊 拜登都有华为的公牌 但是呢 对于像摩尔县城的避任的这些 正处在上升期的企业 还是影响很大的啊 他们可不像华为 华为是已经有成熟的造写机制了 那些企业 他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盈利呢 美国的制裁对他们来说 打断了正常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芯片产业吧 需要的是百花齐放 你仅仅依靠华为一家独大 是万万不行的 希望吧 国家能够拿出当年支持华为的力度 来支持一下 这些初创和上升期的独角兽企业